音乐 大家好,我叫Steven,来了放 我是這間學校的校長 Tone Lab Music 天賴音樂 我之前 Before Tone Lab 就是白鱷門樂隊的主音歌手 亦都是新時代電視電台的音樂總監 今次就開了一間可以說是新派的音樂學府 比傳統的音樂學校有少許不同 我們可能會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們所有的老師都是現時 會在電視電台或各大舞台上 都會是Active Musicians 即是我們所謂的現在很活躍在這個樂壇上 還有我們都會做多些關於Community Building的一些活動 給我們這些學生 譬如很多傳統的學校 就很多時候是one on one 一對一的課程 但是我們就會專注就是 除了one on one的課程 我們每個星期五都會開放給我們的學生 可以到我們的學校去找其他學生一起去玩音樂 所以我們就想在Toronto Markham 這裡就offer一個比較新派的學府 你的學校有甚麼設計 我們學校除了有一般音樂學校的單對單的課室 我們也有一個排舞的場地 練樂隊的一個房間 還有我們也有一個Recording Studio 一個專業的錄音場地 就可以讓我們的學生去運用 因為如果他們真的對音樂有熱誠的 他們都會想錄歌 或者錄下他們的成果 或者是上YouTube那裡 我們都可以給到這些機會 給到這些設施他們去用 你自己對音樂的看法 你自己對音樂的看法 我自己對 你自己對音樂的看法 你自己對音樂的看法 其實我對音樂的看法 或者是學音樂的看法 有兩邊的 有一邊就可能是給小朋友一個 Creative的Training 或者是陶爺性情 但另一方面 如果有學生是比較認真 比較認真的 真的想去演出 或者是出自己的專輯 那我們兩方面都可以 給到他們的機會 去get what they want 年輕人對於音樂都有迷想 那大家有機會 會給這些人發展這個夢想 其實如果你問到加拿大 有沒有這個機會 給年輕人去發展他們的音樂夢想 那我想我們會是一個 很好的例子 因為我們都是因為 有音樂這個夢想 而去開辦了這間學校 其實加拿大 都會有很多演出的機會 或者你現在是這個數碼的時代 你就算在加拿大 你都可以跟很多國際 或者亞洲那邊的 音樂業界去發展 去跟他們在這裡寫歌回去也好 或者在這裡推出音樂 在這裡推出音樂去傳送回去也好 都有很多機會而已 加拿大多的文化 那你要去玩 玩玩玩的畫 那究竟加拿大 雖然的音樂 和威士尼音樂 和中國音樂 都是兩筆錢 那我覺得如果在 加拿大華人去做的音樂 會很fusion 那其實現在所有的音樂 都已經是很傾向fusion 這個模式的 那我覺得其實有著數的 因為唐人會接觸很多中樂 那當然你在加拿大長大 都會接觸很多西方的音樂 那當你混合兩種的音樂的時候 你就會比起其他的 只是聽西樂的一些藝術 是有這個好處的 因為你可以帶到一些 新鮮的音樂給這個樂壇 還有可以給多一些 我們中國人的文化 去spread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因為在那個 即是 Marketton有很多 學校 過去的經驗 很多都是non-lastic 那你的學會怎樣 對,OK 好,那其實呢 如果說到 我們的音樂學校 為什麼會在 Marketton那裡 這裡這麼多 不同的音樂學校 我們都會選擇在這裡開呢 那其實我覺得 我們的優勢 會是我們的老師 因為 我們開Tone Dance Music之前 我們其實就有另外一間 公司和樂隊 叫做Parlement Music Group 那從那裡就認識了 其實多不多 很多最頂尖的音樂人 那他們呢 都很支持 和我們一起去做這間學校的 所以我覺得 我們的 利益就是 有 Toronto 和我們一起工作 還有 很多新派的學校 都有在 Malcolm那裡開 但是可能 不是維持得很久 但是我們 新派得來呢 我們都會 維持很多 傳統的學校 例如教回RCM的課程 校級的課程 那我們除了好像 只是教唱歌方面 或者跳舞方面的課程 我們都會教回 鋼琴啊 結他啊 打鼓啊 小提琴 一些比較傳統的樂器 我們都會教的 那就希望 在這個Malcolm的市場那裡呢 可以和一些 比較 歷史悠久一點的學校 可以去拼一拼 因為他們很多都會 保持著一個 很傳統的模式 那我們就 比較Fusion 剛才有說過 Canada Music 的Music Industry 是很喜歡Fusion的 那我們學校 也是用回這個 這樣的模式 去 在這個市場那裡 佔一席位 謝謝 謝謝 ipp